各位听众,我赚明,我们接着来讲发生在中世纪法国南部重要的米雷战役 上次我们就说到,在教皇英格斯三世的倡导之下,阿尔比十字军开始东征 那么在图鲁兹的伯爵雷德六世和教会和解之后,那么十字军的目标就变成了卡尔卡松子爵雷德罗杰的领地 因此呢,中世纪欧洲宗教战争中的一大惨剧,贝基耶大屠杀就发生了 贝基耶镇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卡特里派的社区 按照当年欧洲天主教会的说法,就是这座城市,它完全感染了异端的毒害 说那里的居民充满了各种的罪恶 那么雷德罗杰在撤回卡尔卡松的过程中,曾经在贝基耶停留过 不过最后呢,他放弃了在贝基耶驻守 他向贝基耶的民众许诺,他会增援 然后呢,他就赶回了卡尔卡松准备防御 他带走了一些卡特里派的教徒,以及贝基耶的犹太人 关于雷德罗杰为什么会放弃贝基耶,有两种解释 一种说法呢,说他是出于对十字军军队的恐惧而放弃了贝基耶 另外一种说法呢,是说雷德罗杰,他觉得卡尔卡松更需要他的存在 而贝基耶的民众没有他,也能够充分的抵抗十字军 根据后来所发生的情况,历史学家越来越多的认为 第二种解释是合理的 因为随后,他在卡尔卡松坚决的抵御着十字军 而那是在贝基耶大屠杀发生之后 所以如果说雷德罗杰是出于对十字军的恐惧而放弃贝基耶的话 那么之后,他就更有理由放弃在卡尔卡松的抵抗 那么虽然雷德罗杰他离开了贝基耶 贝基耶的驻军和平民,还是赶紧构筑了一些防御工事 他们也破坏了城市周围的水景 他们对于他们城墙的强度,以他们充分的补给充满了信心 他们希望通过固守,让庞大的十字军军队因为供用短缺而被迫撤退 那么在教皇特使阿玛尼克的指挥之下 阿尔比十字军在1209年7月21日到达了贝基耶的郊区 他们沿着奥布河扎营 这个时候呢,贝基耶镇只有少数居民选择离开 不久之后,贝基耶的主教雷纳德·蒙佩鲁试图避免流血而进行谈判 那么天主教会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把异端分子全部交出 那么贝基耶镇就能够兴命 根据天主教会的要求 蒙佩鲁就拿出了一个220人的名单 其中大部分是卡特里派 还有一些维尔德教徒 他们实际上都是这个社区的主要领导者 交出这些人很明显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在贝基耶镇内拥有了很多的支持者 所以呢,蒙佩鲁主教要求天主教徒离开贝基耶镇以求自救 但他的这个提议遭到了压倒性的拒绝 蒙佩鲁主教只好自己离开了小镇 他身边只跟着非常少的天主教徒 大多数的天主教徒,包括书名神父 选择不离开这座城市 7月22日,十字军围着贝基耶安顿了下来 这时候距离真正的围攻还有几天的时间 十字军当然不想在贝基耶镇耽搁搁太长的时间 因为在这里的拖延就会让联盟的罗杰 有更多的时间组织卡尔卡松的防御 而且呢,这也对庞大十字军部队的补给 产生不利的影响 那么十字军刚刚安顿下来 那么来自于贝基耶镇的一些士兵或者说是武装的平民 就开始从贝基耶镇的大门出击 按照当时天主教教会学者的说法 贝基耶人出击的目的是为了羞辱十字军 那么当贝基耶出击的这些人在大声辱骂十字军的时候 十字军中的一名士兵就走进他们 打算对这些侮辱进行回应 结果呢,他被贝基耶出击的人杀死了 作为回应,十字军军队中的雇佣兵 就开始攻击贝基耶的出击者 那么贝基耶这边呢,只不过是武装的民众罢了 而十字军这边是九经战阵的雇佣兵 那么战斗呢,就变成了一边倒的状况 贝基耶出击的那些人,发现自己寡不敌众 只好狼狈撤退 根据教会历史学家的说法 当时十字军的一些士兵很有可能在城门关闭之前 就进入到了贝基耶镇 然后和驻守城墙的当地的守卫 争夺城门的控制权 那么看到战场形势的十字军的领导人 就开始决定全军推进 那么尽管贝基耶的守军进行了顽强的防御 但是十字军已经设法越过了他们进入到城镇 进入贝基耶镇的十字军们就开始横冲直撞 他们侵入私人的住宅 开始杀戮和掠夺 尽管贝基耶镇中的天主教的神职人员 敲响了教堂的钟声 希望能够阻止十字军士兵们的狂暴 但是无济于事 那么惊恐万状的贝基耶的居民 就开始在天主教的各个教堂寻求庇护 但是这些教堂并没有能够提供抵御入侵者的安全保障 教堂的大门被打开 里面的所有人 无论是年龄 性别 包括神父本人都被屠杀 最后被接的守卫者 在灭顶的灾难面前 烧毁了大部分的建筑物 阿玛尔里克在1209年8月 写给教皇英格森三世的信中 他是这么写的 当十字军的贵族们 还在讨论是否应该释放贝基耶城里 被认为是天主教徒人的时候 十字军中那些仆人和底层的士兵 就开始袭击城里的人 在两三个小时之内 他们就越过了沟渠和城墙 把贝基耶占领了 他们不分等级 性别和年龄 没有放过任何人 屠杀了近两万人 在这场大屠杀之后 整个城市被掠夺和烧毁 大约20年之后 欧洲的一位历史学家 又从一些人的供述里 发现了当时大屠杀的情况 那么在这些人的供述里 就显现出 在贝基耶天主教徒 和卡特里派的异端 混杂在了一起 所以有人就问 狮子军的领导者 阿玛尔里克 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区分 信徒和异端 阿玛尔里克就说了一句 显示中世纪 欧洲宗教战争残酷性的 一句名言 他说 把他们所有人都杀光 因为上帝会把他们区分的 正是这句话 允许了狮子军 肆无忌惮地杀死所有人 包括妇女和儿童 不过说当时在贝基耶 杀死了两万人 这个描述可能是夸大的 因为当时贝基耶镇的人口估计 也就是在一万到一万四千五百人之间 肯定是有一些人 逃离了大屠杀的 所以真实的数字 要比两万人少得多 而且呢 在大屠杀发生之后 贝基耶镇仍然是法国南部的 一个主要的城镇 在贝基耶发生的大屠杀 起到了威慑的作用 所以呢 很多的城堡和城镇 并没有进一步的抵抗 就屈服了 就这样 阿尔比十字军 开始向卡尔卡松进军 卡尔卡松呢 拥有着很多知名的卡特里派人士 而且这里防御攻势严密 但是因为其他卡特里派城镇的陷落 所以卡尔卡松这个时候 到处都是难民 他的物资补给出现了极大的困难 而十字军的行动速度又非常的快 六天之内他就穿越了贝基耶 到卡尔卡松之间的45英里 在1209年8月1日 抵达了卡尔卡松 那么卡尔卡松的围困 并没有持续多久 到了8月7日 他们切断了卡尔卡松的供水 雷蒙特罗杰坚持不住 寻求谈判 不过他庆信了阿尔比十字军 保护他安全的承诺 自己本人亲自去谈判 结果虽然达成了协议 但是他本人却遭到了囚禁 8月15日 卡尔卡松投降 当地的居民并没有被屠杀 只是被强迫离开了卡尔卡松 当时天主教会的学者呢 记录说 这些人被迫离开卡尔卡松的时候 是被迫吃身裸体 一丝不挂的 但也有同时代的学者 说这些人是穿着上衣和马虎的 但也仅此而已 不能携带任何的随身物品 联盟德罗杰在被囚禁中 几个月之后就去世了 有人说他的死因是死于疾病利己 但也有人怀疑他是被暗杀的 随后呢 阿尔比十字军的最高领导人 被任命为 法国当时著名的贵族 西蒙德·蒙福德 并且呢 他被授予了对卡尔卡松 阿尔比和贝街地区的控制权 西蒙德·蒙福德 他被称为西蒙四世 德蒙福德和老西蒙德·蒙福德 他是13世纪初 法国的贵族和骑士 他被史学家们广泛认为 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之一 他在接掌阿尔比十字军指挥权的时候 年龄已经比较大了 后来他是在1218年 围困图鲁兹的时候去世的 在他的一生里呢 他身上的贵族头衔有很多 把他原来继承的是蒙德福德伯爵 后来呢 在1204年 又担任过英国的莱斯特伯爵 1213年 他被授予了阿尔比·贝基耶·卡尔卡松子爵的贵族头衔 1215年 又担任了图鲁兹伯爵 西蒙德·蒙德·蒙德曾经在199年 参加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不过当时的十字军呢 很快落入到威尼斯人的控制 西蒙德·蒙特福德 对威尼斯人非常的反感 所以他就离开了当时的十字军 在此之后呢 大部分的时间 西蒙德·蒙特福德 是留在他在法国的庄园里 不过呢 1209年 阿尔比十字军组建的时候 他再次加入了这支部队 在卡尔卡松下落之后 他被推选为十字军的领袖 也被法国王使 任命为接替 雷蒙德·罗杰的 卡尔卡松子爵 从历史记录的记载来看呢 西蒙德·蒙特福德 他对于异教徒 是非常冷酷和残忍的 不过呢 他就会放过那些 愿意主动放弃信仰的人 像史料里就记录着 在12110年 他在密尼瓦村 烧死了140名 拒绝放弃信仰的 卡特里派的信徒 而在洗劫另外一个村子之前 他还专门从附近的村庄 带来了卡特里派的囚犯 挖出他们的眼睛 割掉他们的耳朵 鼻子和嘴唇 然后只把一名 卡特里派的囚犯 留下了一只完好的眼睛 从而让他呢 把那些遭到残酷 虐待的卡特里派的囚徒 带到村子里 进行警告 威胁他们 放弃自己的信仰 但是中世纪 欧洲宗教战争的残酷性就在于 战争的双方 都不会轻易的妥协 所以呢 卡尔卡松的陷落 和雷蒙德·罗杰的死亡 并没有停止 卡特里派的反抗 西蒙德·蒙特夫德呢 和阿尔比狮子军 就在拉斯托尔和卡巴莱城堡 遭遇到了 当地卡特里派的顽强防守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下一集 再继续给大家讲